香港第一條高速鐵路由中國鐵建牽頭的財團中標 預計2018年員工 是中國企業在國外成建的第一條時速300公里高鐵 中國高鐵踏出國外又有新例子 連接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 至中北部工業重鎮克雷塔羅 全長210公里的高鐵項目 由中國鐵建牽頭的國際財團以44億美元投得 設計時速300公里 明年初動工 預計2018年落成 通車之後預計每日再客量27,000人次 來往兩地的時間會由目前的3個小時縮短至1個小時之內 這條高鐵是墨西哥總統聶托2012年價競選承諾之一 亦都是墨西哥歷來最大價基建項目 原本吸引到日本三菱 法國阿爾斯通 加拿大龐巴迪 和德國西門子等十幾家企業的興趣 但最後在上個月中折標的時候 只收到中國鐵建一份標書 我們的標書中大量採用了中國高速鐵路成熟的技術和經驗 特別是在高速倒叉 動車組 列車控制技術等高速鐵路的核心技術 中國的高速鐵路技術已經完全成熟 並得到了發達國家的認可 除了設計 施工 安裝 調試等 中國鐵建還承擔五年價營運維修服務 並向當地員工提供培訓 由於巴西等南美國家都正規劃建設高鐵 分析預期 西哥架高鐵項目會對周邊國家產生示範作用 無線電視機在國建峰報導 美國911襲擊13年之後 重建的紐約世界貿易中心1號大樓正式啟用 第一批租客百多個員工 星期一正式在新世貿辦公室上班 新大樓和世貿商設塔為止建成的911國家紀念池和博物館 只是幾部資格 樓高541米 有104層是全美國最高建築物 打破最早落雪紀錄 踏入11月沒多久 綿恩州已經遇上大風雪 好